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两年前的第一次的这个orientation program 有所谓的迎新会来到这次的第二届 我们就去了一个更特别的地方 主要承办这个orientation program 是为了要凝聚所有的全国中央理事 即中理事还有包括开放委会的一体参与 来建立这个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默契 透过这个orientation大家可以进一步的交流 有资深的刚刚成为理事的这一种 今天的传承跟加入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届理事里面 有两天的这一个位置这个term 所以这两天里面我们需要审判很多的活动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默契 共识还有那个理系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program orientation一定能够 为青创会献上最大最大的意义 除此之外呢 orientation可以帮助我们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介绍青创会的过期 现在更为难 让所有的理事们 所有的会议们 都能够更进一步的知道 青创会的整个理事 这样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I grow from pyramid I love pyramid right now I hope my passion will prove you that how you grow a business you will have a very big networking in this big family 我觉得青创会是一个平台 去给大家 给马来西亚企业家 成长和学习的平台 今天青创会只有一个 you only have one family one demand program 全部都是一条性 跟着总参与 这一次我们的BMM表演 我很开心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我们来自 我们七个州 除了Sava 他们不能过来参与的话 其他的州主 都有派他们在我们的地图来参与 这一次我们就来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我们这个整个program里面 我们就一起组建这个大自然的世界 暂时就放下我们手上的工作 然后缩减你我身上的压抑 然后体验一下自然的生态 我们也呼吸新鲜的风气 享受温泉的乐趣 享受我在极流漂流的那个世界 我在这个漂流里面 让我们的湿气 还有我们整个团队都平均在一起 到最后我们选择了 去一个出名的爱国产品里面 进去唱 这是我们最大的卖点 Entrepreneurs nationwide coming together sitting together and sharing the knowledge 这个是非常的有意义 就在它玩的一个活动 我们是学到的东西 就是正能量 This is a program that you get up close and personal with the leadership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就是大家庭的机会 我觉得PUMN是一个很理想 很好的品牌 大家进去加油 Hello 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Nielsen Bay 我现在是我们PUMN Deputy President 然后我也是代表 我们PUMN跟Saint-Milain 因为我是Saint-Milain州的州主席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会跟这个Saint-Milain州的州联委会 的会员有这么的融洽 大家都是一个家庭里面 首先就是我也要跟我的总会长 因为他已经应该是在线上了 总会长 还有我们那些副总会长 所以我们的中央理事们 大家星期六晚上好 还有一定是要我们的周末 一定要过得愉快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 就是今天很特别 就是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的活动是organized by PUMN Negeri-Saint-Milain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PUMN 其实PUMN是 它是叫马来西亚创业促进会 为什么创业促进会呢 因为当我们做一个生意 还是我们企业开端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都是以创业为主的 在我们的创 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其实这个创业都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在这里 我们马来西亚创业促进会 PUMN总共有七个州属 我们有来自七个州 七个州属有2500个会员 我们有来自槟城的 我们有来自霹雳州的 我们有来自雪兰的州的 我们有来自深美兰州的 我们有来自楼佛州的 我们有来自彭亨州的 还有沙巴州的 总共我们的大家庭 有2500位的会员 主要就是企业家为主的 就是自己是生意 还是business owner 无论是大小都可以参与的 因为参与我们 只是用个人的名誉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呈现 这个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因为我们过了我们的budget talk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就是在讲转型 我们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讲转型之路 为什么转型之路 除了我们自己本身 甚至企业家 我们的公司 还有上下一薪的我们的员工 都是在步入了新的阶段 就是新常态 就是新的生意模式 而且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的推动 然后大家来这里 互相的学习 在这里我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叫 心理健康 我们的那个mental fitness 然后今天我们有请了 我们两位的嘉宾 一位就是我们的特别嘉宾 他是土生土长的 他是Timothy 他是什么背景呢 他是深州 就是深美兰州 最级规模家具层的 G home负责人 Timothy 你有在线上吗 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就是Timothy 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实际上叫的就是家事王子 因为在深州里面 哇深州里面就是从事这个家具 已经多年了 然后也是一个年轻企业家 那也是我们年轻企业家的一个典范 然后另外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比较特别 因为也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大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而且我们的PMN 是容纳三大种族的 OK 这就是我要介绍一下 我们资深NLP的导师 华仁哥 可以出场吗 华仁哥 嗨 大家晚上好 哇 华仁哥 你好你好 很高兴见到大家 这就是两位 就是我邀请上来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是 Sharing Speaker 还有一个是Special guest 那今天我们就会开始聊 关于这个 我们的心理健康 为什么我们会挑选 这么特别的呢 我觉得在MCO CMCO的时候 大家的企业 或是整个市场 甚至我们整个国家 都面临着很大的一个灾难 而且就是会有人赚钱 然后会有人就失业 然后会有人就面对在企业上 很大的一些问题 然后种种的原因之后 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的一些心情 有可能我们的一些性格 有可能我们的一些行为 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灾难 然后就会导致了我们就 不是很健康了 在我们的这个心灵上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Mental上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 就是跟大家玩一个 玩玩一个游戏吧 我们我觉得 从小孩 有个人上学的时候 然后我们出外工作的时候 甚至做老板 尤其是做大的老板 都面对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压力是不是 那我来一个 我们可以给一个slide吗 给一个slide一下 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如果面对的压力呢 我们有什么方法 去可以减低我们的压力呢 就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就是 有watch a movie 还是sing 还是你唱首歌 还是go for a walk 去散步 还是talk to a friend 还是talk to many friends 还是write a story 然后种种的这些 都有在这个线上 我们的会员 还是我们线上的朋友 可不可以有一个互动 就是大家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chat里面 然后有什么 是你们去选的 有一些是要get help 有一些是hit to gym 对我来说呢 我就有这个法宝 这个是一个stress ball 就每天 我压力的时候我就压 只要压就会解压了 来有吗 有人喜欢唱歌的吗 还是有人喜欢看电影的吗 有人看电影 Nick Tan是喜欢看电影 看一部电影之后 他就会enjoy nature ok 就是我们去我们的 PMA orientation 对不对 去瀑布那边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朋友吗 Tabata 哇 Christopher Tabata 这个是又减肥 然后又把全身的那个汗 就会做了一个很激烈的那个运动 运动了之后 身材都变好了 精神也好看了 还有Edison Yap Edison Yap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listen to songs 他喜欢听歌 来还有吗 Talk to friend 那好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需要到朋友 我们尤其是PMA 我们是大家庭 大家都是有大家的企业 然后我们会跟其他的商会 有不要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 需要的更多的人 然后我们的企业家 来加入我们这边 ok 还有吗 Android Nature OK Sit under the waterfall 哇 就是在那个瀑布 瀑布那一边 然后就坐下来 打坐是不是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的朋友 还有Talk to Tim 哇 是不是 Tim你看哦 这个家事网址 有朋友要找你 OK Travel to relax 大家就要relax多一点 OK 好 还有Road Water 哇 这个是我们的 Alec Wei 就是我们的宾州主席 Road Water 就是吹水 你吹了多了之后 就OK了 OK 好 像我们接下一段 就是我想邀请一下 我想邀请一下 我们的Team 来跟大家解释 因为我们POMM 有可能是在商业的环境 因为我觉得看这时候 就是我们POMM 就是看到深美兰州 之前是一个绿区的 然后可是就在短短的两三个星期 就变成红区了 然后在深美兰州 尤其是芙蓉那方面 会不会有 因为红区了之后 对于零售业 还是其他中小型企业 有多大的影响呢 Timothy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的 谢谢Nelson 其实在深州四星 这个CMCO 好像尤其是在芙蓉的 尤其是在芙蓉的 这个状况 其实老实讲 第一天到第五天的时候 整个市场会比较近一点 但是第五天过后呢 大家都开始relax 然后就开始在进行一些经济活动了 So其实在我身边的朋友来讲 他们的生意都还好 是不是因为CMCO跟我们之前的MCO 就是因为我们MITI也允许我们的商业造种 然后只是一些 我们的风险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因为有一些红区 然后我们就会特别的记住 我觉得根据SOP的话 这样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就根据SOP 然后去做我们的审议 最近我们深美兰州那边也是budget刚刚出来 对不对 所以Timothy你对于这个深美兰州的一些budget 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深州的这个budget刚出来 我看到的比较好的是有两个项目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在农业方面 深州的政府他们鼓励这个农业的年轻农夫的这个发展 会有这个5000到1万的这个奖励金 会颁发给这些农夫 会很鼓励这个agriculture在深州的这个发展 然后另外一点大家这个也可以take note的 就是政府会有一个叫做TunePlus 企业发展基金的免息贷款 给200个小型的企业家 so这边有大概300万零级的免息贷款 所以这个要鼓励一下我们深州的这些企业家 都可以去申请这个贷款 然后另外呢在我看到的是 就是企业家们需要比较谨慎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福荣深州的这个失业率 现在到现在为止了是大概是3.3 2020年第一季的失业率是大概是16万人左右 所以这个看起来以我国的这个经济的走势 看起来还会再持续下去的 所以大家可能在这方面要稍微的再注意一点 然后另外也可以要关注的东西就是在 深州他们批准了很多的这个工业投资 还有发展大概有190项的工业投资 这个如果是有关系到你的行业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深州的这个budget 可能可以为你带来benefit 好了谢谢Tim给我们分享了 还有吗还有什么补充吗 可以了可以了来你要继续 好谢谢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想分享一下 就是在深美兰州这一边的一些经济 跟一些商业的发展 然后我们也鼓励我们的PMN的大家庭 就是我们会员还是我们一些身边的朋友 如果是想在深美兰州那一边 是说要商业的发展的话 可以找我们我们在这方面就是有土生土长的 我们有华人哥还有还有家事网址 Tim一定可以帮到的 对不对因为我们我们做企业做生意 最大最大的一些我们的鼓励就是来自我们的network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那个网络 那我们就透过这PMN2500个会员的网络的话 一定会在我们的我们的企业上 一定会有一些一点的优势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也是要进入我们的主题 我想我们也很多会员 然后希望到就是你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 然后今天我们我觉得这个topic 这个主题在这个市场上会比较少见 然后而且这个也是时常也是无心中都在发生在我们身边 甚至我们自己就是一些心理健康的 就是我们的mental fitness 那mental fitness我们就来让我们的sharing speaker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介绍什么是我们的mental speaker 然后还有继续下去 然后还有一些 tips 然后让我们怎样安全地度过我们这个难关 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华伦哥 谢谢Nelson 谢谢你 OK 所以这个时间是很好的时间 人家讲硬硬 因为这个时间是pandemic的时间 所以mental fitness跟mental issue不一样 mental issues mental problem是你的problem或者你的issues 就是说depression,stress,anxiety 还有很多种的这个mental issues 不过我今天呢不要解释给你们听 有什么problem在外面 或者你有什么problem 今天今晚我们要 我要解释给你们听 mental fitness 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照顾你自己 好像fitness就是说 假如你要减肥的话 你可以去gym或者去跑 这个也是一样 depression的时候 或者anxiety的时候 stress的时候 你们通常知道 这个是一个normal的problem 不过不需要想太多 fitness很重要 假如你的fitness 你通常做的时候 好好的做的话 你的problem 你不需要想太多 所以来我们看我们的slides 第一个tips就是说 it is okay to go through what you are going through 意思是说 现在你的life跟以前的你的life 不一样 最好呢我们不需要compare 我们的life compare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以前我啦 我通常去很多国家 因为我的training是需要去中国啊 越南啊 美国啊 不过现在呢 没有理由不可以走 没有borders are close 不过呢 我还可以travel 我的travel是用zoom virtual traveling 就是说我还可以connect跟我们的朋友 不过这次不可以travel 以前travel的时候很好玩 因为去那边可以吃好的东西 可以去见我们的好朋友 可以做很多东西 可以去买东西 现在我们的travel不一样 因为全部都是virtual 假如我compare 哎呀以前我可以 现在我不可以的话 这个mental issue 会到我们这里 最好就是不要想太多 很重要是 以前的life 跟我们现在的life不一样 job也是一样 以前我们做的工作 跟我们现在的工作 差不多不一样 不一样没问题 很重要是 你不要想以前跟现在的 还有呢 我们的life是我们的life 其他人的life是其他的life 我们讲头发颜色不一样吗 of course 现在可以一样啦 不过我讲的是 假如人家有life 比较好过我们 这个是我们mentor这里想着 本来是他们的life 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 最好就是不要想他们的life 也不要想我们的life 就是说comparison不需要 我们的life 现在我的工作是这个 以前是我是一个manager 现在没有manager了 现在我做这个grab food 这个就是我的life 不要想太多 不要compare 我是grab driver 他呢我的never 我的朋友 不需要 这个呢 假如你太多想到 这个comparison 更麻烦 更痛你的心 最好就是mental fitness tips 不要compare 你现在有的是够了 第一个tips tips number two 就是说 connect with your friends connect with your friends 就是你现在有的朋友 你可以去跟他们 喝tips 或者你有以前的朋友 你没有打过 没有跟他们了解以前 每次都是有 现在呢 你结婚了 你有你自己的family 所以没有的connection 你也可以打给他们吗 可以reconnect 因为朋友们很重要 我不是讲 husband and wife不重要 我不是讲family不重要 不过 friendship呢 它的那个chemical reaction 不一样 我每天早上 几十个过后 我看我的contact list contact list里面 我有100多个contact list 不过 通常我们 我的connection是 一两个 或者15个 20个 其他的呢 所以每天11点多 早上 我看我的contact list 然后我看 这个人 我好像三年多 我还没有跟他们讲 所以我最好就是connect 看他们好不好 所以我就打给他们 哇 他听到我的voice 他也很高兴 我听到他的voice 也是很高兴 这个chemical reaction 很重要 我们不用想太多 要做什么 我们自己 我们有hand phone hand phone里面 有很多contact list 马上打给他们 以前的friends 不是以前的boyfriend 或者girlfriend 最好就是以前的friends 那么呢 假如你这样子做的话 你的stress level 很快会low 或者没有了 不见了 因为那个chemical reaction 假如你跟你的朋友 talk的时候 很重要 很特别 试一试看 第三个是 live one day at a time 我有这个朋友 他以前是pilot 你们知道了 现在pilot 打破雷八开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的fly 不过呢 这个朋友 他每次都是跟我讲的时候 他讲 现在我觉得我什么都不可以做 因为我只知道会怎么样要fly the aircraft 他们是high flying的driver 不过他讲 我现在不知道 next year我要做什么 five year我要做什么 怎么样要照顾我的family 我叫他stop 慢慢来 一步一步 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 他讲 我retrain了 我没有工作 OK 现在你没有东西要做 没有work 你需要做什么 你一定要想好好 今天你需要做什么 去找一个工作 对不对 去找一个work 好的work 你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你可以去kfc做 你可以做grab 你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问题就是你要不要 他有跟我这样子讲 我以前pilot的时候 我跟我的朋友讲的时候 他们看我的pilot的那个工作 比较好看 现在假如我跟他们讲 我是grab driver 我好像没有念 我像我的ego比较低一点 我问他一个罢了 你的ego会给你肚子OK吗 full吗 不可以 你的ego你可以放在旁边一点 COVID完过后才可以拿回 现在park at the side 重要就是你跟你的family 假如你可以feed你的family的话 你的wife,husband,children 会看你很好的一个人 所以很重要就是 你现在要做什么 你现在要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live one day at a time 一步一步 四个 tip 第四个就是 know what is your trigger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说早上你几身的过后 你有两个想法 你可以take two choices 第一个呢 你可以想你什么没有 就是说我以前有车 现在我的车有问题咯 一定要sell或者买小的车 我以前有很好的salary 现在没有salary so以前你有什么 现在没有 是你的focus area 我的就是要你 change你的view 不要看你什么没有 看你有什么 就是说 现在我有time 我有时间 跟我的family 可以一起吃dinner 那个很重要 这个是我的triggering factor 我remove了 因为你想太多 你没有的话 你的里面很痛 你的心更痛 最好就是 假如你觉得 这个想法全部 coming to you stop它 freeze它 pause它 很像这个video 我给你看这个 video你们看 很短的一个video 不过它的 meaning很好 看到吗 很好笑哦 那火 你看 stop了 那你也可以 stop你的那个 火 什么火呢 stress的火 depression的火 anxiety的火 这全部就是 你不需要的 你可以一步一步改变 怎么样呢 就是说 focus你需要的 第五个就是 learn to do all this 刚才我们的 Nelson哥有给我们 这个game 很多人讲 要sit under the waterfall 有些讲 要跟team talk 还有很多人 讲很多东西 在这里有 很多solution 第一个solution 是看戏 我们现在有 Netflix嘛 so跟我们的 family也可以看嘛 还有很多 solution在那边 我们也可以去 玩gy 打gy 或者去go to the park for a walk 或者去见朋友 去卡拉OK 或者没有卡拉OK 在家里 on你的handphone 也是可以唱歌 有很多 你可以做 问题就是 你要 你不要 很多时间 我们想的太多 想不好的事情 太多 不需要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想 一个东西 我们 其他的国家 他们的 pandemic covid的problem 更大 比我们 我们不用 想太多 我们的problem 小过他们 so需要 happy 还有呢 我要跟你们讲 这个whatsapp 每次都是whatsapp 我们有这个message 今天的covid case 是 这样 昨天的covid covid case 是这样 多 有时候是 300 有时候是 15 so这个case 就是 你最好呢 假如你receive 在whatsapp 你马上 delete掉它 或者不要 卡 因为呢 我想问你们 假如你知道 这个case 你要做什么呢 这个case 你不用知道 我们每次都是 看这个case 假如高一点 比较 怕一点 这样为什么 我们的english 这样的messages 有些人 他们来 跟你讲 我有这个problem 我有那个problem 这个problem negative message 会给你 negative的 thoughts negative的 thinking 假如你有 positive the thoughts positive the thinking then你的 action 也是 会 positive so我给你选 你需要 选 negative 或者 positive 是你的 choice 来的 so 这是 我有这个 5 tips 给你们 听 然后 假如你们要 learn more about these things 就是我有这个 i am more than i think 的program which i will be doing 开始明年 2021 1月份 我们会开始 这个NLP 的program 怎么样 可以 要transform 你自己 Nelson back to you 好的 谢谢我们的华人 跟我们分享 5个tips里面 然后 主要 因为我们 身为企业家 然后我们因为 面对了一些 疫情的灾害 然后会让 我们的心情 然后我们 甚至我们的 我们的一些 心理上 都会受到一些 创伤 尤其 就是我们要 跟大家谈的 before我跟大家 谈的时候 然后我只是希望 我们的 我们的会员 的家人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的朋友 再share出去 更多人知道 因为我们接下来 这阶段 我们在讲 solution了 我们在讲 解决方案 就是现在目前 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我 可能是你们 可是我们身边 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都是人 都会面对到一些 焦虑 我们会面对到一些 情绪 我们会面对 很失落 失落感 我们会面对 很多很多 自由空间 已经缩小了 然后 第一个我们 我觉得在企业家里面 很大 尤其是男人 最大最大的一些 问题 其实在自准 Ego 对不对 在Ego里面的时候 如果我们放不下 有可能走不到 走不出这个圈圈 然后我们华人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在Ego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 周小金企业 我们的事业 做得越大的时候 是不是Ego会 跟着越来越大 比如说 如果企业 我们发生的问题 现金流的问题 我们下我们这个月尾 我真的是没有 现金去出量 那我怎么办 我应该跟太太说 还是要跟家人说 还是跟阿Tim说 还是要跟朋友说 有时Ego 就会因为 让我们就没有面子 对不对 那没有面子的时候 就会放下这个行动 可是还解决不到 这个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华人哥 这个自尊 然后怎样能够 把我们放下 然后有什么solution 把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华人哥可以分享一下吗 可以可以 所以我以前也是 差不多这样 我的Ego 不是讲很高 就是说我们男生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manage 很多东西 所以以前的时候 我通常是在外面 因为我做工 所以做工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朋友 我们的problem 不论我们可以share 跟其他的人 他们的idea 也是很特别的 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回家的时候 我跟我的wife 没有share 很多我自己的事情 现在呢 Covid的period呢 我 changes太多 我自己呢 比较不一样的人了 为什么呢 我开始跟我的wife eat dinner 多一点 所以呢 我的时间跟她 多一点 现在我有什么事情 我马上问她 因为她的idea 好过我的idea 所以 你的wife 假如你们结婚了 你们的wife 就是最好的一个partner 我们通常看 我们每次都是看 他们好像 他们不知道很多东西 他们是女生 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们可以看 我们不可以看的 他们的foresight 很好 所以哦 假如可以的话 你可以跟你的wife discuss你的problem 他们会慢一点 会吵一点 不过他们的idea 最好的idea 假如那个不可以的话 肯定你不可以 跟你的family讲 因为你的daughter 或者son 他们看你 像一个大的一个picture 就是说 你很重要的 你很strong的一个人 假如你跟他们讲 你的problem 也是可以 make你的ego 好像不好 没有你 我也是改变那个 我好好的一个时间 跟他们一起做 我跟他们讲 OK 现在我的problem 是这个 你们有solution吗 第一次 我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 不可以accept 这个problem 因为 我们没有跟到 他跟他们 discuss过吗 不过 after one two three weeks 他们来跟whatsapp 给我 他讲 爸 你的这个problem 可以这样子做吗 所以我就是 要跟你们讲 我们的ego 本来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就是说 你一定要想好好来 你的这个ego 现在的时间 需要不需要 以前呢 不一样 现在的时间 你的这个ego 根本没有用 一个percent都没有用 所以最好呢 这个ego 假如你是男生 这个ego 放在一个地方 放在一个 好好的地方 改天 假如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拿回 不过呢 这个pandemic的season 过后呢 我觉得这个ego 你也不用 不用了 因为 你的这个人 好过 那个ego so that's my little tips for taking care of your ego 好 谢谢 谢谢 因为自尊心 真的是 我觉得在我们的pandemic 这个期间里面 疫情里面呢 是很重要一个角色 因为 有时我们做生意 不是成功就失败 对不对 可是每个人都在面前 哇 我很成功 你看 我的大车 我有大工厂 我所有的 我做了很多很多钱 可是 各位兄弟朋友 这个有可能是已经过去了 然后现在我们在面对的时候 有可能是一些新常态的时候 然后新环境的时候 有可能钱也不这么好赚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面对很多的一些问题 现金要周转还是怎样 尤其是 这个冲击跟打击 就在我们中小型企业 也发生了很多 那无可否论 就是有小部分 还能够赚到一些钱 可是大多数都会这样的时候 可是到现在的时候 也是让我们来学习 其实把自尊心 可以放在一边 以前驾大车 有人变小车 对不对 然后大工厂 有人是会变小工厂 还是 如果是真的不能的话 是不是把整个 我们的事业 我们就做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就停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之后 调整了心理的一些状态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出发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分享 Transformation这方面的东西 对不对 你看做飞机师 这么高职业 这样高薪水 没有得飞 到最后在街边卖拿西冷马 对不对 还有一些人就在街边 帮Spider man 还有有笑脸 然后因为要提高这个 神器啊 他的一些品牌啊 然后卖 那个空姐卖 因为空姐很漂亮啊 对不对 然后就会吸引了一些新团队 就是我们不要放弃 有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准性 OK 然后我们线上的朋友 也是 我们线上的朋友是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 然后我们再可以去解释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东方人 西方人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请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心理医生 请问 看心理医生 是不是我有问题 如果一天 因为我是疏离总会长 相当多人会认识我 有一天你在一个尘所 心理医生的尘所 见到我的时候 你第一个印象 会不会对我有什么的一些反应呢 就是这个鸟生 就是心理上出现问题 还是精神上是什么 然后有可能 华人哥 你再跟大家说一下 看心理医生 是有 是对还是错呢 对错 对错 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 你需要什么 我给你 我听给你 一个story last week 我见了一个女生 她是我的好朋友 她跟我讲 她现在有cancer 所以她是女生 所以她有breast cancer 两个breast都 have to remove so after 两个礼拜 她有跟我讲 她有 那个cancer cell 还在里面 so需要去 kimo so kimo 是一个 还有呢 她有两三个 treatment 她需要去 so 这个whole process 男生 真的很辛苦 你知道吗 我听的时候 我听的时候 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 so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 真的很辛苦的一个journey 一个process 不过 她跟我讲的时候 她manage 她自己 很好 我就问她 朋友我想问你 你有这样多problem 为什么你没有 好像一个cancer的patient 他每次都是happy very enjoy 我们去 加烂加烂 去吃 so 我问她 为什么你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子 她跟我讲 Warren 明天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在 不在 英文呢 是这样子讲 Tomorrow may come Tomorrow may not come so what I have is today 我现在有的是 今天 明天我不知道 明天 后天 我根本不知道 我还在 不在 现在 我还在 最好就是 我用 现在的时间 100% 100% 就是说 假如你要去看戏 看戏啊 假如你要跟你的朋友 喝茶 喝茶 假如你要跟你的 family一起 坐着 去 have dinner 去have dinner 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呢 想的太多 为什么我们想的太多 因为我们的 experience 很大 以前 我们小的时候 到现在 我们的 experience 很多 所以我们看 我们看一个东西 我们的experience 出来先 然后才 我们的process 最好就是 你现在 今天 你还有的话 用好好来 OK 好的 谢谢华人哥跟我们分享 其实呢 今天我们真的选对了这个topic 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的mental fitness 然后希望在线朋友之后 我们这个活动之后 然后大家会在这个mental那边 去下一点功夫 然后因为 我们做企业家 他不是失败就是成功 可是他失败 他要成功之前 他经过很多次的失败 而且 我看到整个疫情里面 是之前的公司 是完全是没有guarantee 长久赚钱的 对不对 他一定会有 大大的之后 他会倒闭 还是遇到什么冲击 他会倒闭 那倒闭了之后 站起来 才是我们真正要的 而且 我觉得这些例子 都会在我们身边 甚至我们一些 我们的一些生活圈里面 可以看到的一些 活生生的例子 那就是在这里想 可能跟Tim一下 我们交流一下 就是关于就是 Tim你身边 有什么一些朋友 他在这个 Journey of Transformation里面 他有做到比较好的 给一些例子 然后分享给我们的一些 会员家人知道 还有给我们的朋友 知道一下 Tim 我把时间交给你一下 好 谢谢你 其实在这个疫情的 这个发生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朋友 都是会很紧张 当MCOA来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坐在家 然后什么都不可以做 就非常紧张 然后开始就有 很多人就上网了 上网的时候 就是在这段期间 就促成了一些行业 就加速了他们的发展 有很多新的东西都出来了 包括我们的物流 其中有好几个朋友 跟我分享的 就是说物流的行业 在这一段期间 他们都加快脚步的 去发展了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不足的地方 在MCOCMCO期间 我们的这个物流的 马来西亚的这个物流的水准 的确是需要 还有很多地方 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大家在现在来看 大家也experience了很多 然后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转变 好的转变可以开始出现了 我这边要讲的是说 其实你回顾去 我们人类的历史 我们人类的是经过了好几次的 那个经济大萧条 这个工业革命 这一种很大的 这个人类的这个转变的 我们先讲这个工业革命的时候 很多机器开始被制造出来了 然后取代了人工 然后那一个时候造成了很大很大的 这个失业率 很多人很多人没有工作 但是这一个是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是 东西可以被大量的生产了 然后他就 很多东西他就变成廉价了 然后可以汇集到各个层面去 很多人都可以买到比较廉价的产品 享受到廉价的产品 这个是工业革命的时候 带来的那个好处了 所以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人失业 但是也催化了很多的这一个人 在那一个时候出来创业 那个时候开始了 就你可以听到很多人 很多这个创业者 后来就变成了钢铁大王 卡内基这一类的传奇人物 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浮现上来的 还有最近的就是IT bubble birds 然后还有98年 还有最近的就是我们疫情 COVID-19的这个时候了 你看了在这些时候发生了 我们都会面临到很多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困难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往好的方面来看了 催化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新的行业 你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行业 催化了他们的这个加速的这个产生 以前你很没有听过的行业了 都一下子就蹦 就忽然间就是出来了 那么我有一句很好的这个名言 就是说 在最好的时候了 你也会听到有人破产了 在最坏的时代了 你也会看到有人赚很多钱 我相信大家身边的朋友有一些人 在这个时期还是去换车 换PM 马萨拉迪还是有很多的 但是这个是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你不奇怪吗 后来我就跟好几个朋友就跟他们讨教了过后呢 有总结了几个点 第一 你身为老板 你必须要对你公司的那个管理要非常的熟悉 如果是在这个时候你遇到你的那个公司是营运不良的话 很有可能是你在管理方面不能够达到了一定的那个程度的管理 你可能要有更多的那个精修去管理方面的知识 或者是你有管理industry方面的那个知识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保持着很positive的那个态度 你要对你的那个经济的前景啊 对你公司的前景啊 对你身边的人啊都要一个有非常positive的那个态度出来 如果你没有这个positive态度 你好像刚才华人哥分享的 你整天带着那个negative的那个energy的话 其实对你对你的企业对你的家庭 其实都会有很多很连串的那个反应 都会有不好的影响的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be sensitive and be creative 当你很sensitive去触及到市场 有时常去跑市场 有时常去跟人家做交流的 有时常去跟老板去谈到最近的话题的 经济的话题啊生意上的话题啊 那你就会很好的装备你自己了 那么你可以很sensitive 对你对市场的那个触觉呢 就会很sensitive 然后你就会很creative的 会发现到这个市场缺乏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会很creative的 就会想要去做那一行 然后你的深入就跑出来了 我这边要举两个例子啊 就是在这一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我觉得很很很励志的一个例子啊 刚才 刚才廖胜有讲 空姐卖拿西勒玛哦 在Sanawang在我们Sanjova了 我还没有找到他 我想要去找他买一下 哈哈哈 然后OK 所以在好多hotel的行业 包括在PD 包括在KL 其实他们的那个 housecleaning的这个department 他们已经是跑出去hotel 去帮忙 他们提供service 去外面去cleaning 人家的办公室啊 或者是住家 他们也 instead of just stay in hotel啊 so他们跑出去 把外面的那些工作 把经济带回来 然后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我的一位朋友 他本来是做 这个travel agency的 在这在这一段期间 完全是不可以 完全是 那个旅游是停摆嘛 你又不能够带人出来 你又不能够带人出国 他跟他的哥哥呢 就尝试去做其他的东西 包括去找 在本地的那些外国人啊 就帮他们去renew visa 可能在外国的马来西亚人 要帮他们renew visa 全部他包办的完 他的生意还不错 同样是在做 同样是travel行业 但是他找到另外一个神怒 在同一个时间 他也去做火锅delivery 在芙蓉 delivery 卖火锅 然后包送那个锅给你 这个食物跟这个travel 好像是两码事 但是他们就 反正我有时间嘛 我就去另辟一条生路 去做多一点生意 增加我的income 在这一个艰难的时候 survive下来 那这种精神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欣赏 敢于尝试的 这是也是我们企业家的那个精神来的 要不断的尝试 然后另外一点 我这边也要打个广告 要从哪里认识到这么多positive的老板 这么多能够分享更多的这个经济资讯给你 生意金给你的人呢 只有在PUMM 欢迎大家加入 OK 谢谢Tim 带给了我们这么正面的一些分享 那其实是 也是我们做对的 就是 其实芙蓉一个小地方 还有就是在一个州属 因为 这个芙蓉到吉隆坡 大概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到 都没有到一个小时的一个车程 而且在那边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企业家 那就是我们也鼓励很多 我们来自其他外州的还是外地的人 然后可以跟我们 我们芙蓉 还是我们PUMM 哪个小时的会员来做一些商业的交流 那Tim那边 你也是有讲到一些point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 在这个CMC的时候 也是趁机会见更多的人 那见更多的人 其实PUMM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家 那比如说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在两个星期前的时候 我就开始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work from home 我就很怕了 我一整天 就大概一个星期就在家里 可是我就因为 我做物流的 然后我没有办法 我一出门的时候 怎么这么多人在街上 怎么这么多人 这个车辆 还在外面跑还是怎样 然后我对我自己说 我身为一个企业家 是不是有时我会冒险 对不对 是要有冒险的精神 因为这个是一个疫情 疫情 我是不是要跟疫情一起共存 或是我跟他分开 我觉得对啊 因为我们收到每次信息就1000 1100个是什么 我就要跟他共存 可是我每个东西都没有跟他握手 SOP全部做好了之后 我就去 然后我去什么 我就去跟一些跟我行业不同的人去接触 就是我PUMM 以前的旧朋友 因为我已经加入PUMM已经11年了 我见accountant 我见lawyer 然后我就一直去见他们 然后他就给我一些专业的知识 然后我就建一些Jord Seals的 然后Jord Seals的信托基金 他说他今年一个女孩 他说今年他做了整过千多万的营业额 对不对 然后commission很多 然后他之后他再问我 你身为一个企业家 那我怎样要跑税 那我在想这个市场还有人很有钱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钱花 因为自由空间已经被限制了 不能够到处跑到处去旅游 把钱省下了之后就把他去做投资 所以我们做企业家就是用钱来去投资 那也是一个上上策 那我就学到东西 然后我就不断去见到 其中一个人我要说的就是 他说他自己有自己的KPI 他一个星期里面三个Lunch 还有三个Dinner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在疫情的时候 尽量找更多的聊天 他聊了之后他就自己很舒服 然后有可能会有一些商机 然后就会有一些商机里面就连接到的 或是有一些想法 或是有一些鼓励 或是他分享更多的时候 他觉得他OK啦 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我不会失落啊 我也没有忧虑还是怎样 我就是这个才是真正 可以让我们真正逃出了这个框框里面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被这些负面的一些新闻影响 还是政治啊的影响 还是种种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就应该是要跑回来 然后其实PMN就是最好的一些接近 如果你们有机会跟我们的总会长 跟他邀约 跟他吃Lunch 还是Dinner 我告诉你 他只有给你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里面 你一定会收费无穷的 因为在他旗下的企业里面 有一千个Agent 然后他的营业额 今年也是 今年的时候也是破纪录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参加更多更多这样的人的 OK 时间也差不多了 到了我们接近的尾声 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那有可能我们再看看 现场还有什么的一些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就想邀请我们华人哥 然后做一个短短的一些 一个那个总结好不好 华人哥 OK 谢谢你 我就是要你们记得这个 What you have is enough What you have is enough 就是说你现在你有什么已经够了 你不用太多东西 你不用想太多 What you have is enough 这个很重要 假如你可以每天早上以及生过后 你想这个字 What you have is enough 我现在有的已经够了 The whole day will be beautiful 你的 life will be much better So 记得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Nelson 谢谢你 Ok 那接下来就是把时间交给 Tim一下我们的家事王子 就 就还是 刚刚有一位朋友他就跟我share了一个很有 meaningful的这个 quote Life is no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stop But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So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知道要怎么样去随着我们的环境 而不是让那个环境来摧残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着一个非常开朗跟一个positive的那个心态你才能够跳舞嘛 所以在心态积极方面是对一个企业家一个老板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保持好心情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很难的话来找我啦我们一起去啊 好的谢谢谢谢Timothy 大家都知道了对对如果来芙蓉的话应该是有一些美食吧对对芙蓉的美食然后可以找我们 虽然我不是土生土长的芙蓉人 可是我有很多兄弟姐妹都在那边 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如果大家有对我们PMN有兴趣的话 因为我们是一个商会然后我们是我们遭受我们会员只有一个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是做Live Membership Live Membership它是有什么的一些条件呢 主要就是你是中小型企业的老板 无论有你一个人还是你是一个工厂一个上市公司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 然后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在鼓励着大家去加入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会不断不断因为现在是做线上而已的如果在线下的话我们会做Boss Academy 就是老板开奖我们会找一些很就是很成功而且很低调的一些一些我们的一些企业 来分享的比如说我之前Boss Talk 001我就请了一个在霹雳州 一个小小的市政里面他的营业在2019年已经可以做到5个亿 然后5个亿就在小地方员工大概160几个人 然后你想看就是有我们PMM这样的network你就给认知这样的人 然后经过了他分享了之后我告诉你们不得了不得了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我们自己的企业还没有上轨道 还有很多空间在学习的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鼓励我们再更加的进步更加的上进 所以PMM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平台 然后我们的收费是3000块 然后这个是live membership就是永久会员 然后还有一百块就是我们的这个注册费总是3100块而已的 有可能你交了这个会费然后你参与我们的这些活动 有可能你的人生将会改变越做越好 对不对因为我们大家企业家大家互相鼓励 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自己的经济还有我们国家经济做上来的 好时间也不已经差不多到了时间 我们也准时的我们就要下课了 OK然后希望如果你们还有一些后续的 你们可以在我们的Facebook PMM的Facebook里面留言 我们的秘书处会直接会联系你 你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的话 你也留言 然后让我们可以联系到你 然后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庭 大家一点共同努力 好不好 谢谢 最后就是我们会播放我们的今年里面 今年很短啊 就很短 然后我们的活动就给大家看看一下 然后希望星期六大家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 还有Enjoy the weekend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华人哥 还有谢谢我们幕后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 咱们 爱 爱 我们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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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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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ถึงแล้ว吗?